拒絕盲目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教頻道 門徒頻道 歡迎大家收聽門徒公義 今晚有我 Howie 有我 Eric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要讚好、訂閱、分享 最重要就是課金 近期 而蟬妖話和欺福協會這兩個話題 都在教內非常多人關注 很熱鬧 而這星期有兩件事 又是和這個題目有關 我們會繼續講講 另外 接下來這星期四開始 全港所有食事堂食 都強制要用安心促行 我們門徒小隊守護露宿者 都非常關心這個題目 我們也會講講究竟這個安心促行 如何影響露宿者 沒錯 先講第一個題目就是蟬妖話 繼港鬼牧師李錦濱之後 我們發覺 報道會欣福堂有一個傳道人 前陣子在崇拜那裡 亦去評擊蟬妖話 甚至乎他們形容這個蟬妖話 是什麼 是撒旦在宋徒當中殺下麻醉人的軟性藥物 真是 好恐怖 我再講一講這件 播道會欣福堂 黃珠鳳美傳道 上星期日在崇拜講道說 新舊約時代都是有混合主義 提醒會眾要提防 什麼是混合主義呢 例如初期教會有假先知 將猶太教元素加入耶穌基督教道 聲稱要受割禮才可以得救 有例如以色列人入加林之後 效法當地人 敬拜耶穌華的同時 又在山上建立憂壇 敬拜其他神 黃珠鳳美這個時候 由阿風一傳投方杜鋒山基督教重臨舉辦的 《禪妖話》工作坊資料 指出最近有基督教退休營地舉辦《禪妖話》工作坊 指《禪妖話》是混合了天主教正觀冥想 佛教的禪修 印度教的儒家 表面再遮上一層藝術的表達 而創辦人是一位修行十多年的美國僧侶 有基督教機構卻借用這些來靈修 說藉著閒曉可以更加認識神和自己 令信徒可以得到平安和喜樂 黃珠鳳美批評 露得太多東西下去 靈修是什麼呢 靈修是閱讀默想神的話語 他提醒會眾要小心 撒旦在每一個時代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迷惑人 後現代時期 人人都著重自己的感受 要放鬆壓力 放棄思考 放棄判斷 讀了的經文不用判斷 重複背重就可以 還要放棄意志 這些操練是危險的 因為我們的思考和意志 是守護我們的心靈 免得被邪靈侵入 越接近活世 淑靈增戰 越劇烈 撒旦在信徒當中殺下這些麻醉人的遠性藥物 我們要警醒啊 這就是報道會恩福堂的傳道人崇拜的說法 我也上過杜鋒山基督教重臨的網站 看看關於神妖畫工作坊的資料 其實這個工作坊在前一個星期六舉行了 一共三小時 由一個美國神妖畫認證導師兼傳道教 每節有十個人 收費是三百元 不算便宜的 也是爆滿了 爆滿就是受歡迎 沒錯 我看看他的工作坊的介紹 其實是扣過如何練習神妖畫 幫助送徒進入安靜、專注和放鬆的狀態 在神妖當中也可以停下來祈禱 思想一下自己和神的關係 首先 關於神妖畫 我們在上一集也提過 我覺得其實只是一個協助人去安靜 還有專注的工具 是有一個宗教的背景 但整件事就是忠誠 視乎你如何使用 等於李錦斌說過一支筆 你可以用來寫東西 也可以用來玩筆 視乎用家如何使用那支筆 這支筆本身是沒有罪的 沒錯 第二我覺得 剛才那位恩福堂的傳道人 他否定神妖畫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神妖畫 混合了很多其他宗教的靈修方式 像天主教的靜觀冥想 其實我聽到這裡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連天主教的密想 靜觀的傳統都否定 我想一下 究竟我們新教有什麼靈修的傳統 我真的想了很久 我們新教只有五百年歷史 五百年三年 五百年三年而已 有什麼靈修的傳統 如果你要連天主教 所有東西都否定了的時候 包括他們的靈修傳統 我想一下 其實 新教本身是沒有一個所謂的靈修傳統 而香港 我們找回歷史資料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由上世紀八十年代 香港才開始引入這個所謂靈修這件事 因為當時我當然很小 我的經歷 當時教會開始講靈修的時候 提到最多是什麼 提到最多就是由近代的靈修大師 就是奴魂神父的作品 天主教的幫 不是新教的幫 沒錯 這是天主教的神父 而當時香港沒有一間教會覺得有問題 因為說整個靈修的靜觀 怎麼密相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來自天主教的 你不說神父的說法 你去哪裡找回來 新教本身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真的 當時沒有人覺得有問題的 好了 你現在的恩福堂 竟然說要否定整個天主教的靈修傳統 我覺得整件事 根本的智商矛盾是說不通的 等於你說我現在要學泳衝 是 但我不跟中國就是泳衝 可以嗎 可不可以呢 或者我要去學空手道 但我不跟日本的空手道 空手道是來自日本的 我想說 或者我要學跆拳道 但我不跟韓國的跆拳道 跆拳道也是來自韓國的 有可能呢 整件事是沒有可能的 全世界唯一可以做到這件事 只有中國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麼厲害? 中國是怎樣 例如民主 但我們不是跟世界的民主 我們是做中國式的民主 中國特色民主 例如我們走共產主義 但我們不是跟俄羅斯的共產主義 我們是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全世界只有中國可以做到這件事 黃朱鳳美傳道為靈修做了定義 他問了一條問題 靈修是什麼? 靈修是閱讀 默想神的話語 他自己也說的是默想神的話語 如果只是閱讀 或者默想神的話語 這不是靈修 這只是一個很簡單 讀經的祈禱 如果你把什麼靈修 什麼靈修 靈修 全部都抽出來的時候 另外 他剛才也提過 他說這些操練是危險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會令信徒放鬆壓力 放棄了思考 又放棄了判斷 放棄了你的意志 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他是把整件事搞錯了 你放下思考 還放下思考 放棄思考 還放棄思考 是兩件事 靈修的時候 你當然要放鬆或者安靜 你沒可能腦子還在想 每秒鐘幾十萬上落 或者還有很多壓力 忘記不了 你沒辦法靈修 你等待你首先中日安靜 你要中日安靜的時候 你是不是首先要放下一些東西 要放鬆自己 這是必經的階段 其實所謂的密想和靜觀 其實就是怎樣幫助我們 中日這個狀態裡面 我就完全不明白 恩福堂的靈修是怎樣做的 他可以skip整個部分 這次直接中日安靜在神當中 有沒有可能呢 我真的很想領略一下 很想去了解一下整件事 怎麼可以做到的呢 還有他說這些操練 會要你放棄這個判斷 要放棄你的意見 整件事關放棄以致 放棄判斷關什麼事 完全沒有關係 現在又不是叫你投票 要你判斷投給哪個候選人 又不是說這些事情 靈修是完全放棄以致 什麼放棄判斷 是拉不上任何關係的 這個就是第二部分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整篇講到 他是用了一個混合主義 做整個宋式的主題 所以也是引入了他為什麼覺得 這個所謂的閃妖話是有問題的 就是因為有一個混合主義出現等等 也引起我的好奇心 去查一下究竟什麼叫做混合主義呢 我也很想知道何謂混合主義 原來混合主義是一個宣教的屬語 最先是來自天主教的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黃朱鳳美又說我們不能接受天主教的靈修傳統 為什麼他又引用天主教的屬語呢? 有一點自打嘴巴嗎? 矛盾 很奇怪 整件事真是 無論如何 不提這些 我繼續說話 是怎樣來呢 就是說 當有一些宣教士去到其他國家宣教的時候 就一定要把自己基督教的聖養和當地的宗教文化融合 等於西方宣教士來到香港 就要用廣東話去宣教去傳福音 其實這些就是文化上的共融和融合 這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混合主義去到一個非常過分的 或者過了火的位置 就是說有時候甚至你要犧牲了某些教義 就是為求讓當地人可以接受你 甚至要犧牲了所謂聖經重要的教義 這就是混合主義帶來的流弊 舉個例子 例如你去到一個很著重科學的地方 或者一個群體當中傳福音 而當地人的文化就覺得 任何東西都一定要得到科學的認證 驗證才能夠相信 但問題是 我們聖經有很多在說神戚和活動的東西 那些你不可能用科學去認證 如果你作為一個宣教士 傳福音的時候 你連這些東西都妥協了的時候 這就是混合主義帶來的流弊 所以其實如果根據這個定義來說 靈修我覺得不屬於混合主義的範疇 因為混合主義是針對傳福音或者宣教這方面 不過我相信這位恩福堂的傳道人 他們會去反駁 他就說他在這裡引用混合主義的定義 就不一定是局限在傳福音身上 他在講義 想講講關於宣洋生活上 即是說在基督徒的宣洋生活方面 包括靈修都不能做其他事情 我猜他一定會這樣說 如果他這樣說的時候 我就要說 李恩福堂正正就是混合主義 咦? 恩福是混合主義嗎? 我想問問為什麼一間教會 他可以在主日崇拜上面 公開為一些立法會候選人去助選 去拉票的呢? 他們那個蘇詠智牧師 不是在教會崇拜的時候 為這個梁美芬 為這個陳茂波 公開祈禱 叫一些會眾去投票支持他們嗎? 喂這個不是混合主義是什麼? 你把教會的講壇當作是候選論壇 當作是拉票的場合 這個不是混合主義是什麼? 如果這個黃珠鳳美覺得 我們在宣洋生活裡面 都不可以有這個混合主義出現的時候 那你和你的傳堂主任牧師說清楚 把你的主義和蘇詠智牧師說清楚 跟他說我們的教會生活 我們的宣洋生活絕對不可以做其他事情 包括不可以把港壇當作拉票的場合 你就真的和蘇詠智說清楚 甚至乎前年的時候 你記得嗎? 蘇詠智牧師在元朗堂講到的時候 說什麼? 他說恩福堂是上帝的地方 所以他就很歡迎 那3萬個鋪圖來他們教會聚會 甚至乎說要動員了恩福堂一切的資源 去支援這3萬個鋪圖 還呼籲匯眾要為3萬多個鋪圖祈禱 這個不是混合主義是什麼? 你把教會的地方 你把教會的資源 你把你們的匯眾 去搭配這3萬多個警察 你當作是一個政治場合 當作是一個所謂警察的俱樂部 這個不是混合主義是什麼? 你搞得亂了 你當作了恩福堂是警察的後勤會 還有你們新案立的陳家頌牧師 前段時間說什麼? 在這個講壇上 講耶穌基督的不可起誓的教導 但他合理化 現在政府要求所有區議員宣誓 他簡直說因為這些區議員宣誓 是沒有誠意的 是送不過的 就是合理化 為什麼DQ了他們? 你這樣用聖經 用耶穌基督的教導 然後這樣混合現在所謂DQ事件 這不是混合主義是什麼? 如果真的講香港哪間教會最混合主義 就是你們的恩福堂 你還不好意思現在在講壇上 指責什麼善妖話是混合主義? 你連混合主義都解錯了 好了 講完善妖話之後 我們又講希福協會 上個月希福協會 爆了那宗強姦活濟農的醜聞 最後搞到公關災難了 最近又爆了一宗 又爆了一宗 卻以虐待狗隻 不過這次真的是驚一事掌一致 希福協會很快回應和澄清 即是沒有再重點公關災難了 有進步 我們說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 話說有一個面書群組 叫做唐狗之家 支持領養 在上個星期日有成員發了一個post 燈了幾張照片 顯示希福協會 在粉量流水在有一個生命田園的地方 在正門上用一條很短的繩 把一隻白毛唐狗綁在閘口 而旁邊只有一輩子兜兜的水 發 post的成員就說 教會地方為什麼這樣對狗 你綁還綁 為什麼不長一點呢 這條繩子 還有中午時份這麼熱 只有這麼小的水會不會太過份呢 這個鐵文就引起三百多人留言 或者表達這個心情 也挺厲害的 但這次希福協會 正所謂見過鬼 終於設定怕黑了 這次不用一個星期才完結 48小時就回應了 他在星期二發了一個鐵文 澄清 今天網上錄出了一張照片 關於我們協會在生命田園的一個虐待狗隻的傳聞 我們很感謝各位的關注 關注生命田園農居的毛毛 其實毛毛就是我們農居的外圈 毛毛就是那隻狗的名字嗎 沒錯 剛巧這位農居過來村門 村門是大陸農業的 是啊 普通話的說法 是不是探訪的意思 是啊 農居剛巧探訪 他就怕毛毛太過熱情 就會嚇到營裡的兔子 所以暫時就綁在閘門那裡 就代農居多謝各位的關心和提醒 這個鐵文下面就登了幾張他們的義工 和毛毛的合照 和帶他在海灘游水的照片 我留意當陳青發表了之後 剛才提到的群組 都沒有再繼續去窮追猛打了 基本上都收貨的 有些成員就會認為 這個協會 即是中五成份 應該把毛毛放在陰涼的地方 讓他不用曬 那也是小事 上次我們有一位朋友報料 讓我知道 原來欺福協會在強姦事件上 原來沒有悔改 那個報料的朋友 其實也有找過我 他也說 今次欺福協會的回應 真的快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欺福協會都會做 我覺得任何人也好 或者團體 包括教會 或者一些女生教的機構 你無論如何都會有些機會 就是犯錯 或者引來誤會 沒錯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承認 或者要去回應 古華仔 林坤所說 你出來走 錯就要承認 打就要站定 你不要不說 拖整個星期才回應 就真是抵打 其實最後 我跟黃瑩福說 欺福經過了上次的事件 被人插到整個背部 就像戰豬一樣 所以才學到教訓 所以今次 聞到焦味 都懂得馬上回應 而且他們真是活該 知道文字不夠 還要貼上照片 因為上次的回應 就只有文字 今次他們真的醒目 同問並謀 對 直接找義工和毛毛合照 很親近 讓人看到有圖有真相 知道原來協會這麼疼狗 就可以化解了這些 不會 這些就真的叫做 驚一事 掌一旨 黃瑩福 你那些不曾夠底的 隨便別人關了帖 你就當別人悔改 當別人改過自身 自己打飛機 幻想那些事情 其實真的不行 在今時今日香港 你學一下 欺福協會 還有真真正正 要改的就是你 你那些就不是叫做 驚一事 掌一致 你那些就叫做 姑息陽間 姑息陽間 好 最後我們說一下 我們最關注的 露宿者議題 上個月政府宣布了 但凡中日政府的場地都要強制用安心出行 不可以再填紙仔 而由這星期四開始 這個措施 就擴大到所有的食肆堂食 對露宿者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今集 Eric就會用門徒小隊隊長的身份 兼且他現在也是一位全職的露宿綜合服務外展隊隊員 接受我的訪問 分享一下他的見聞 露宿者受到這個影響 不知道Harry 你自己用得多不多 我被迫要用 所以我就用 我有個朋友 他一開始就很支持安心出行 有個APP 他就已經安裝了 安裝了之後 他向我透露 他是絕對超過兩次 出現了有確診感染個案的場所 但從來都不是手機APP 通知他你要去檢測 而是場地負責人 或者他自己看新聞發現 Apps沒有通知他 沒有啊 我自己裝了一段時間 我自己去崇拜的教會 據聞是有一個探訪的人 中了一招 通知我們去檢測 但也不是個安心出行通知 即教會通知你們去做檢測 對 總之你那天有回來崇拜的 這些人就是要檢測對象 我們便去檢測 問題是在於 每一個人進去都會安心出行 對 但那個程式是沒有公佈的 對 又說會通知的 對 所以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經驗 如果你裝過APPs 你又用過 你都會知道 無論你去到多高危的地方 都不會通知你 所以其實裝了和沒有裝 就真的沒有什麼防疫的需要 起碼我和朋友都這樣覺得 現在你接觸或者探訪的露宿者 他們多數在什麼區域那裡 我工作的地方 負責的都是港島區為主 當然我們也兼顧離島 當然離島呢 當然離島呢 加油是不多的 我們門徒小隊接觸的 也是港島區 所以最主要呢 基本上就是港島區的 港島區有沒有說東區 灣仔 西區 南區 整個港島 整個港島 那離島呢 是說長洲 大嶼山 還是什麼地方呢 是長洲 大嶼山 所有離島 和這個港島區 都是我們那個機構負責 這個範圍其實都非常的廣泛 根據你接觸過這些地區的露宿者 對於現在這個要將星期四 強制推出的安心促行 他們有什麼的感受和影響有多大 那我先說說出入政府場所帶來的影響 那一般這些無家者呢 他和我們最大的分別 他不是租了一間屋可以洗澡可以去洗手間 他們是露宿街頭的嘛 所以他們其實一定要解決 洗臉 洗臉 去洗手間 人有三級的問題 是的 而這些地方他們主要就是去體育館 正正體育館就是阻止了他們的地方 一定要安心出行 然後呢 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其實節目都講過 其實露宿者基本上是有四大類 腦藥雙殘 腦藥雙殘 腦藥雙殘呢 他們比普通人更加多的需要呢 就是所謂的覆診 即是回到醫院那裏覆診 是的 覆診就是要去醫院 去醫院又要刺 所以基本上對他們來說 那個影響力是很大 因為他們一定要去這些地方 是的 然後還有一件事 他們本身已經是窮了 為了節省呢 其實基本上他們是用一些二支的電話 即是那些只是打出打入 即是普通啦 以前十幾年之前那些 是的 兩個作用的 對他們來說 可以保持溝通啦 而充電可以用很久啦 因為它不像你在家裡那樣 可以充電的嘛 所以他們經常去圖書館 除了看書打發時間之外 亦都是幫他們那部 只有通話功能的電話充電的 咦 而去圖書館 同樣又是要讀 是的 即是每一個細節 都是搞到他們 好了 還有這些家有呢 又要去申請一些政府服務的時候呢 譬如去社署啦 又是要讀 是嗎 所以對他們那個困擾大得很厲害了 而且他們其實呢 未曾適應到用這些智能電話啦 所以他們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憂慮和擔心啦 經濟上面又做不到啦 就算做到之後 他們又擔心不適用啦 只是說政府場所 已經帶來這麼多不變啦 接下來這個禮拜四抗天對食肆 那你想一下啦 你連解決三餐 都是很頭赤 那那個影響 我覺得是可想而知的 那換言之 其實絕大部分現在都沒有智能電話的啦 如果啊 我們買給他 沒有人送一部智能手機 嗯 你覺得這樣是怎樣解決到的問題呢 可以說是解決到這些問題 但是更加重要的呢 其實是製造了問題 製造了問題 製造了問題 我解釋啊 那我們呢 就有善生民事捐電話給我們啦 那我們自己就買了電話卡啦 跟著就教他們怎樣用啦 有些家有呢 他們是說 你給我一個電話 我呢 令到我很害怕的 因為我怕被人偷 所以有個電話 當然他可以解決到問題 可以有得嘟啦 我們教完他用 但是反過來 他們在街上走的嘛 他們那個電話 睡著了一覺之後 他們就很怕被人偷的嘛 所以更加多的擔憂 所以是解決到問題 但是也是產生了問題 我們曾經有一個認識的街友 因為他有做散工啦 他是有四次的被偷電話經驗的 所以他說 用這些最簡單的 打出打入的這些2G電話呢 他說有天然防盜功能 因為賊佬都不想要 因為不值錢 是 偷了都未必買到 是 賺不到多少錢 還有聽說有個數據 就說其實現在全香港 大概八成六宿者 其實都沒有智能電話的嘛 是啊 根據這個社協統計的資料顯示 現在目前的路縮者 是有八成都沒有用智能電話的 因為實在是很不方便的 因為智能電話耗電 要經常充電 那你經常在街上 你不是隨時隨地可以充電 其實真的不方便 當然價錢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就導致他們有成 接近八成都沒有手機 有數據就說有差不多 三成的路縮者是沒有接觸過 任何社會服務機構 就算有些社會服務機構 送手機了 因為沒有接觸開這三成的 都未必送到給他們 會不會這樣呢 這個是很肯定的 其實三成是一個 挺保守的估計來的 因為我們會知道 有一些個案 其實我們在街上是看到的 也都會有人投訴告訴我們 當我們去找他的時候 其實他是不願意跟我們有任何接觸的 當然有一些就是隱蔽到 如果不是我們故意去找的話 其實我相信那些人是找不到的 當然我不想說那個點出來 一些就是不想跟別人接觸 我們不知道他什麼原因不想接觸的 總之他就不跟你接觸 有些我們真的接觸到他了 他是什麼都不回答的 問他有沒有需要呢 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 這些人數加起來 其實就是有三成 就是我們稱之為 是沒有跟任何社會機構有接觸的 所以即是換言之 就算社會有些善心人 或者好像我們門徒小隊 就算想送手機了 找到手機送了 都未必能夠送完 給所有的露宿者 因為有些真的我們未必接觸到 還有就算接觸到 有時候你都很頭赤 我們門徒小隊探開的 林先生每一個門徒小隊的隊友 甚至乎 甚至乎義工都會知道 他是很喜歡圖書館的 他是一個很喜歡讀書的人 最近這次我們27號 那個星期六去探他 我問他要不要手機 他說不要 我說你那麼喜歡看書 他的圖書館 他說算了不看了 寧願不看都不要過電話 林先生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他那時候最渴望是圖書館開 都跟我們透露過 終於盼望圖書館開了 他可以去看書了 現在又說要讀書 然後他寧願不去 這個是我們接觸得到聽到的 其實不去圖書館 我覺得起碼都是影響精神食糧 有些如果大小二變解決的話 需要這個安心碼的話 其實都是挺影響的 也都剝奪了他們生活 或者一些發展興趣的自由 他不像我們 我們不去圖書館 就錄下手機 看Netflix 或者現在Dizley Plus 看電影等等 他們沒有這些娛樂 可能對林先生來說 每次去到圖書館 就已經對於他來說 是最大的娛樂 沒錯 看書真的是他最大的娛樂 現在這個安心碼 就是剝削了他們這些娛樂的權利 有些社會機構的調查發現 有些露宿者表示 就覺得好像有一種被歧視的感覺 咦我沒有電話就被你們戒了出來 特別這個apps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是要打個QR Code 沒錯 那如果視像人士怎麼辦呢 他怎麼找到那個QR Code在哪裡呢 當然有職員在那裡幫他手就可以了 假如職員走開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這也是極大的困擾 對 政府沒有想到這一方面 因為整個措施都非常之急 沒有做過任何的資訊 沒錯 Mary剛才你提過 你也曾經向露宿者派手機 那過程是怎樣呢 剛才起碼林三都會寧願不要 我不要手機 那過程呢 首先我們就要解釋給他聽 因為他們沒有用過的話 其實都要用幾長的時間來去教他 因為我們已經是人手有限 所以11月頭的那個禮拜 即是11月1號的那個禮拜 我們所有同事是忙到 連吃飯時間都沒有 每個都做老師 即是肯去接受電話的那些 那我們就教他怎樣用 當然那些電話又要充電 那兩個禮拜就真的踢了腳 離了氣了 最後派到多少部手機出去 經我們手派的就有超過40部 具體的數字我還沒有的 但你們人手有多少 我們整個露宿綜合隊加起來的人手是有六個的 六個 剛才提過是整個港島 沒錯 加起來有六個人 你估計有多少個露宿者 還沒拿到手機或者不肯要手機 只可以說我們那區 我們負責的區 我相信肯要手來電話的那些 那可能我們應該約莫都接觸了 又接近五成的了 因為有一些露宿者都很幫忙 通知了他接觸到的朋友 說他們會派手機 其實他們都變成了我們的義工 所以我們應該接觸到有超過五成 我們覺得有五成以上的了 那你不知可能還有四成 或者接近五成就不清楚了 真的 不知道他是不想要 還是不知道可以拿 還有三天 星期四就開始實施這個新的措施 其實還有些露宿者 至少說到離島區還沒拿到 你估計星期四 生效會有什麼情況會發生呢 我真的用不敢想像去形容 我想到時就不單單是街友 我相信有很多市民 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 到時的情形真的不敢想像 最後呢 剛才你也提過視像的人士 可能會遇到一些不便 那不如再說多一點 這方面對於他們的影響呢 因為現在的QR Code 就是一定要看得到 那個QR Code 到底放在什麼位置呢 你又沒有特民 你又做不到 所以如果沒有人幫 其實視像人士真的做不到 是除非有人站著幫他忙 所以這件事令到平等機會委員會的主席 朱敏健都說了 抗疫和平等機會的多元共用 是不應該有衝突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就是說 這個Apps由推出到今時今日 到底它有什麼用呢 其實政府沒有公佈過的 到底它在抗疫裡面 扮演了一個怎樣有效的角色呢 有多重要呢 其實沒有人知道的 而開初我們朋友之間的經驗都說了 Apps原來沒有通知過我們任何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政府 這麼大力去推行這個Apps 我真的會建議政府 其實就給市民大眾知道 原來這個Apps對抗疫防疫 起到這麼關鍵性的作用 可以幫到我們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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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能才有辦法 導致市民大眾去支持這件事 譬如你用QR Code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考慮到視像的這件事 科技有很多其他的元素 都可以代替到 刮QR Code 為什麼一定要刮QR Code呢 這個都是一個科技可以代替的東西 有這樣的建議 我自己個人覺得 最後我用門徒小隊的身份 也講講我的想法 整件事呢 當然我們最關注的就是露宿者 現在這個簡直是 你送手機給他都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覺得真的非常之嚴重 很明顯了 政府你這次做這件事 絕對是大家都不接受的 我覺得也是非常之離譜的 但大家都知道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 有很多事情是無可奈何的 我只能夠說 做得多少 在我們門徒小隊 能力只能夠接觸到 很關注的露宿者 我們只能夠重量去做 我們都清楚 現在有哪些朋友 還沒拿到手機 或者不肯要手機 我想可能星期四之後 可能他們慢慢都會發覺 不是啊 真的挺不方便 裝得不得吃啊 沒有電話 廁所都去不了啊 我希望到時候我們有辦法 可以勸服他們 去修復手機 簡直介意學生 買手機送給他們 我們承諾我們會去做這些事 好了 今天節目就到此為止 最後有一些台務的報告 首先 門徒公義2021年度的 基督教十大新聞選舉 下星期四就會開始投票 今年我們會選出十宗的 基督教新聞 基督教風雲人物一個 以及基督教風雲教會 或者機構一間 下星期四就會公佈 這個候選名單 以及開始投票 12月29日就會截止投票 下年1月3日 我們就會公佈結果 我們這個選舉 非常民主 我們就不會說 不准人投白票 或者可以不投票 我們只會說 鼓勵大家 不准人投票 然後 我們也要感謝支持者的課金 包括 Winnie Jill Crystal Wong Chun Shu 以及Jacky Lo 謝謝 謝謝 這個月 我們繼續有課金的需要 總共有三項 第一 就是12月份的常費 需要有九千元 另外 我們繼續要為今換錄音器材 去眾籌 目標就是四千六百元 以及我們需要一些公司註冊費 包括我們的門徒市工有限公司 有些文件要補交 以及門徒媒體有限公司 需要交這個註冊費 總共就是四千元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湧量去支持 最後Eric幫我們有個結束祈禱 好 我們大家同心討告 親愛的阿爸父 轉眼又到了2021年的12月 我們首先多謝你在過往一年的帶領 也都在未來的一年 求你繼續去保守我們門徒市工 我們繼續為香港這一個地方去祈禱 也都特別在這裏 為門徒所需要的支持 我們仰賴神你的供應 求神保守所有我們門徒市工的 每一個弟兄姊妹 也都去保守每一個 陪伴著我們門徒市工成長 聽著我們的節目 監察著我們的報導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要多謝你 多謝你聽我們的討告 我們大家同心討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